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天地杨分析师 杨老师你好 齐正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台股呢 今天没有在下跌 可是呢今天的加权指数 也只有小涨15点而已哦 指数说在10529点 全加量1192亿 没有包括盘后哦 那么加权指数小涨0.14个百分点 OTC指数呢 却是跌了0.75个百分点哦 好那么今天其实很多生计股在下跌对不对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哦我们很很热爱的某一档股票 老师呢跟大家有分享 最近筹码乱了 要大家也小心得一档个股 哦跌得好凶哦 好了到底细节上还有观察的部分 请教老师 对我想台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 因为小涨15点 对 但内容不太一样 他主要杀的部分除了踢财股之外 还就是基欧股补跌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一个状况 那今天生计股当然不用讨论 那昨天看起来很强的生计股 今天倒地了 那主要是龙头的中玉 今天中错了4.7个百分点 昨天的中玉还在创新高 那但是今天的中玉就杀下来了 那我想昨天很多人在谈生计股 因为生计股的部分 基本上在昨天的中玉还在创 应该算历史天价 创历史天价之后 基本上不行了 今天就出现了中错的现象 这种现象 其实我有跟各位谈过 题材股的一个展现 通常靠的是人气 当他人气在退的时候 那通常短线上面来讲 就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压回 其实这个压回的动作 不止在生计股当中 还有在哪里 在风垫的族群 之前很多人去抢风垫股 但风垫股在今天的表现 这几天的表现 你有没有看到 在他标案凌选 这个标案出来之后 他的股价都是用崩盘的方式走 上尾头连续三只跌停板 连续三只 对直接打跌停 前两天是直接跳空跌停 卖不掉 今天你应该不会卖 因为开低之后你以为会涨上去 没有开跌停 收盘是跌停板 收盘是跌停板 上尾头3708的上尾头 从192块很快的时间 修正到今天的110块半 你有沒有发现到 他的跌幅还真的蛮大的 好这个地方有点类似 我当时跟各位谈到的 挖矿的题材是一样的 好挖矿的股票 在今天的表现就不错了 好大家之前去做风垫的 这个投机率出来之后 又转去做什么挖矿 好所以你看到挖矿的 这个领班6150的汉 6150的汉迅 对今天涨领板 对昨天还在 不要兴奋太早 因为他是从420跌下来的 所以到昨天打到跌停 收缴之后 今天拉涨顶板 但不管怎么涨 今天的收盘是167 最高是420 好所以你回头想一想 当时他们也真的是 一口气杀下来 那挖矿的题材 今天矿工的龙头 既然涨顶板 当然挖矿股就很强了 一些显卡的概念股 基本上表现就不错 像5386的青云 那么盘中也碰到涨顶板 这就是所谓的挖矿的题材 包括了2376的技嘉 那么做这个主机板的 今天大涨4.5个百分点 2377的这个维星 因为它比较没有跌到 所以在相对的高档 去平盘的一个游走 当我们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这个我们称之为投机力 投机力的部分 最早是从3D感测 或者人脸辨识开始 所以当时的精裁 你还记不记得 3374的精裁 最高来到106块 然后当人脸辨识 修正回来之后 大家开始封什么 封比特币 就变成挖矿 所以挖矿的股票 也涨一大段 当它涨完之后呢 回过头来变什么 变封电 那封电跟生计 在最近走势里面都很强 之前啊 然后呢 封电在这个上个礼拜 开始出现了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下挫 所以现在呢 直到今天的3708的上尾头 还在跌停板 连续三天跳空三支跌停板 你就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原来这一类的股票 它拼的是人气 当投机力开始做移转的时候 通常它的股价的修正会比较大 我为什么说它修正比较大 主要原因在哪里 在于股价在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的是它本质嘛 也就是所谓的跌时重质 涨时重市 涨的时候 我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但只要我不是最后一只老鼠 基本上就可以一路的冲上去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不是最后那一只 但是你会发现到 就是会有人是最后那一只 为什么会这样 就代表的一件事情 大多数的投资朋友的操作方式 是针对什么 针对股价在强的时候去追 然后追上去之后 再来什么 再来给自己一个理由 哎呀 这个风电的临选出来之后 会开始标标标 标的不要不要的 有没有 当时我跟你讲过 刚无calling 会标的不要不要 现在真的是标的不要不要 因为向下标 向下标 所以通常我们在讨论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把它统称为题材股 在股票市场当中 你大概可以分几个重心点来观察 第一个重心叫什么 价值 第二个重心叫成长 第三个重心叫做题材 所以通常题材股 它就比较不偏基本面 它只偏当时的题材性 那我跟各位谈过 这一类题材股 当人气走完之后就走完了 拉回不能买 那你说拉回不能买 为什么今天的汉讯可以涨停板 它中间的拉回不能买 你要让它跌到什么 跌到它合理的价位区 也就是说 今年的汉讯会赚多少钱 那它合理的价位区会在哪里 我想这才是投资朋友要去思考的 而不是在任意的四百二进去买 那买错了 然后呢三百八站就进去买 三百块再进去买 两百块再进去买 买到最后面剩下一百四十一块 不是这样做的 那是一百四十一块 到底是不是汉讯的主要的 所谓的一个合理价位区 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至少人家第一季赚了十块钱 我虽然不会脑补说 今年的汉讯会赚四十块 至少人家第一季是赚十块钱 只要第二季 不要太难看 那今年的汉讯 是不是至少有十到十五块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回到一百四十一块 是不是回到合理本益比的十倍以下了 是 好 我没有要你去买汉讯 因为我也不知道汉讯后面会赚多少钱 我只知道他第一季赚了十块钱 至于第二季会不会亏损 我就完全不清楚了 好 如果说没有亏损 假设呢也小赚 但赚的钱没那么多的话 那至少今年的获利 是不是EBS至少十块以上 因为他第一季赚了十块 好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观念点 等于说个别股在做什么 做本益比的修正 好 这个本益比的修正 那本益比的修正 就会产生一个现象 有些机油股会开始什么 开始做修正的动作 好 我们先谈大盘的结构 我先跟各位报告 大盘不稳 好 不稳 所以我在LINE上面 也跟我的这个LINE群组的同学们说 大盘真的不稳 真的不稳 为什么不稳呢 因为今天出现一个现象 我觉得很不好 非常不爽 不爽 您说 就是机油股开始补跌 对啊 是 好 其实产业透明度 最大的三大族群 我有跟各位谈过 一是被动元件 二是半导体细晶圆 其实第一应该是工具机 第二是半导体细晶圆 第三才是被动元件 结果呢 我们发现到被动元件很强 今天还很强 你看我的2492的华星科 最高还冲到了236块 再创新高 是 但是呢 伟伴收回来 你要去追我就没辙了 那今天往哪里走 今天往补涨的结构走 比如说 MLCC里面最强的 当然是国具 第二大的 第二大的就是华星科 第三大是谁 和生堂涨停 今天涨停板 那不就是补涨吗 对吧 因为华星科涨太多之后 就变成和生堂补涨 轮流一下 这个好现象哦 很好 因为如果股市当中 有产生所谓联动补涨的效应 代表投机力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多 在另外一个部分 在铝职电容 跟固态电容 好 那我所谓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是说 铝职电容也要涨价 固态电容也要涨价 然后今天的5317的凯美 铝职电容的凯美 今天就涨停板 好 这个是 这个相对来讲 那么基本上就是 铝职电容的一个厂商 但是不是所有的 二线被动元件都会涨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今天他们都很强 但是除了一个凯美涨停板之外 其他都涨不太动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类的股票 就是上去再下来 大家玩两次 玩三次之后就不敢玩 是 因为你在往上跑 一定要一定要换手 那如果你换手不良的话 就会产生这个现象 第二个部分值得关注的就是 当好股票也杀下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本益比的一个修正 我们应该这么说了 它最早是从大力光开始 大力光的股价 那从6000块跌到3000块 那就是他的本益比被修正到15倍 我有跟各位谈过 以前法人圈给他30倍的本益比 所以他的股价可以来到6000块 因为他今年预估大概赚接近200块左右 但是后来的法人 不愿意给他那么高的本益比 只愿意给他15倍本益比 所以他相对来讲就回到3000块 好 那至于那些外资说调降平等到3000块以下的 叫他慢慢去吃 插插就可以了 他们比较喜欢吃披萨啦 对对对 就他们去吃披萨就行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力光挥稳了 但是呢 他也修正了 然后大力光的修正完之后 谁修正了 3D感测的龙头 3105的稳帽修正 稳帽的股价从340块 也是很快速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很快速跌到212块 那也就是说 他的本益比也从30倍 一口气下修到20倍 当他下修到20倍的时候 那当然来到212块 他当然就容易止跌 因为他合理本益比区间 已经回到了20倍 3D感测的部分 为什么我不能给稳帽30倍的本益比 是因为他的竞争力没那么强 好竞争力没那么强 但是当他回到20倍的本益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股价就不太会再下跌了 听众朋友 这就是所谓的本益比修正 从大力光到稳帽 再到上盈 也是一样 今天的上盈一样 在今天的一个 这个修正的国籍当中 最近也是很快速的下杀下来 有点类似稳帽 当时在跌的过程当中一样 只是稳帽是用连续两三根的跌顶板下来 但上盈虽然没有跌顶板 但修正也很快 所以上盈今天修正回来之后 最低 挡了一下又在下 对 都基本上到今天才出现 有一点点止跌的味道 因为他出现了下盈虽然 而且成交量放大 我跟各位谈为什么成交量放大 因为我今天出手去加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他回到他合理本益比 他应该已经超跌了 可是听众朋友 我把值得卖掉了 有人在问就是 为什么卖值得 就上盈反而要加 我讲给各位听 现在的一个部分 我刚才谈到 我把这个大盘的定调 叫本益比修正 那本益比修正 是不是修正到 它合理本益比区间 基本上就OK 对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逻辑 好 我把这个简单的判断逻辑 再拿回来到上盈身上 跟值得身上 你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好 今天的这个值得 因为刚好是破线 跌破际线 跌破际线 当然第一个技术面 就要做一个停力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买的是在100块以下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认为 他会被上盈压缩下来 记不记得 我当时在买上盈的时候 我给的是30倍益比 可是我给值得只有25倍 我只有给25倍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给值得只有25倍 因为他竞争力没上盈墙 对啊 跟龙头还是不同 对 一般二线的 你只能给25倍益一笔 然后他算是成长型的 如果不是这么成长 像这个3D感测的龙头 稳帽 你只能给他20到25倍益一笔 对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逻辑 所以当稳帽的一个部分 因为3D感测他有竞争者 然后呢 这个题材到底能不能再度发酵 那这个地方还很难说 因为苹果的iPhone X 卖得不好 可是罗明腾 他的一个带 他的主要客户叫罗明腾 罗明腾的一个财报是表现很好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 这个3D感测的股票 最近有一些反弹的动作 但是呢 相对而言 基本上3D感测这个东西 你的手机有没有 没有嘛 唯一有的叫什么 苹果的iPhone X 那就iPhone X也卖得不好 那Android阵营就会在怀疑了 其实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在价格 就是他们的一个 占成本的比重太大 除非你降价 你降价到一定程度之后 基本上就相对来讲 Android阵营会用 那苹果的一个手机 就不会卖得那么贵 那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那但是3D感测 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不用给这个稳帽太低的本益比 那我觉得20倍应该是OK的 所以它会落在20倍到25倍之间的一个区间整理 这是稳帽的部分 也就是在200到250之间 这是稳帽 已经大概已经止跌了 好 回来谈上瘾 我刚才谈到了 说上瘾我给它是30倍的本益比 但我给值得25倍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怎么去看 是看今年的获利 今年的上瘾大概赚16块 好 这是法人的评估了 那个我看过研究报告 大概可以赚16块 那赚16块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如果以400块为一个基准 好 我们用25倍本益比为一个基准好了 16乘以25是多少 刚好400 好 也就是说 今天的上瘾的股价 已经远远的跌落到25倍本益比之下 因为它达到了378点 对啊 今天好可怕 对 跟400块来看的话 是不是跌落25倍本益比之下 好 如果上瘾 它的股价 它的本益比修正 从原先我们给它合理区间 是30倍的话 它都已经修正到25倍了 那我要问各位 现在的值得 它可不可以拥有25倍的本益比 这不行了嘛 它也要向下修正 不是吗 如果上瘾的本益比 都已经修正到25倍 甚至25倍以下的时候 值得的本益比要不要修正 要嘛 好 要 那既然要的话 今年的值得大概预估赚多少 预估赚6块钱 好 预估赚6块 6块25倍本益比是多少 150 所以当时我有跟各位谈过 说值得冲到211 它的反应的已经到明年去了 明年的这个值得预估赚8块嘛 赚8块 你如果用25倍本益比是刚好200 所以它冲到211 它已经把明年的这个EPS都反应完了 反应了 好 所以我当时有跟你讲 值得 已经超涨 那上瘾当时冲到480以上 我也跟你讲 上瘾超涨 有没有 因为今年的上瘾赚16块 30倍本益比刚好在480 结果这次上瘾冲到530 是不是超涨 对 当时有人在问 老师那上瘾可不可以做 我说可以 但要短线 对 原因就在这边 值得再提醒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用我的这个 这个评断准则去思考 所以当上瘾的一个股价 冲过480以上 我觉得它在已经在超涨 除非它要跟值得一样 反应到明年 那反应到明年 当然还可以涨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现在在做 在500块之上操作上瘾 你的风险是很大 是 对吧 那直到上瘾跌破了480 修正回来 那我觉得已经合理 因为30倍本益比 可是它跌到450以下 一下我觉得OK了 因为修正到30倍本益比之下 可是现在的上瘾是什么 它跌到了25倍本益比之下 当它跌到25倍本益比之下 25倍在哪里 我再讲一次 16块去乘以25倍 刚刚有说 就是400块 当它股价跌落到400块以下的时候 不就超跌了吗 如果上瘾的本益比都修正到25倍以下 那值得回到25倍是合理 会不会超跌 会嘛 如果当值得也超跌 为什么今天要卖值得 原因就在这边了 这样子有没有听懂 我再讲一次好了 值得的股价回到150 25倍是150 是合理的 但是因为上瘾正在超跌 而且它的本益比就修正到25倍以下 所以相对它就会压缩 值得它的本益比会向20倍去探底 你如果理解这个状况就是 我为什么在今天破线的时候 要把它卖掉的原因 破掉那个季线的时候要把它卖掉 所以我想未来的很多人在问 那没有卖怎么办 有些人不愿意卖 不愿意卖 当然你追高 我买低嘛 当你买高的 那你只有一个方法 你让上瘾先涨回去 就当上瘾在涨回到30倍本益比的时候 值得就会回到25倍本益比之上 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 就当它重新回到回归的一个正常 可是现在上瘾还在25倍本益比之下 所以现在的值得就变成比较贵了 相对来讲比较贵 那上瘾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觉得超跌 所以我才会出手今天再去做加码 了解 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当然你技术面那绝对是很难看 技术面是不太可能在今天加码 因为它破线 它破了季线 破了季线很难得 这个上瘾破了季线 那当然技术面来讲它是一个恐慌 可是我在思考的逻辑就是 未来的工具机到底有没有机会 如果这个市场连工具机的产业 都不能够让大家安心的投资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可能那个修正就会很严重了 所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台股变成什么 它是一个空方式 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大盘上涨了15点 但它其实还是一个空方式 这个空方式代表什么 代表它要进行一个中期修正 因为我看到了不仅是上瘾 甚至包含了半导体细晶圆 也开始做北比的修正 所以这一部分来看的话 代表中线的筹码已经开始松动 所以中线筹码松动之后 整个大盘 我的看法 就是短期间来讲 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够守住 4月26号的低点 叫做10478点 这个是在520之前 看政府愿意愿意来守 第二个部分就是在2月9号 那跟我们第一波从11270点 杀下来的第一波的一个这个止跌点 那它的位置在10189到10392 也就是10392 我们希望在10400点之上 能够把它守住 这是第二个支撑点 但不管如何现阶段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观念是 很多题材性的股票 如果本益笔的修正在基欧股当中 去出现的话 我相信题材股绝对跑不掉 也就是它不可能不修正 那这一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好谢谢老师 老师那今天讲的很重要 因为呢股票 不会永远都是涨 那么当然在面临到大盘 或者是整体氛围 在改变的时候 老师的评断方式是这样子 在产业面还有技术面的部分 老师的思考角度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跟学习 好今天时间关系 访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论员头顾杨天地 杨老师分享了 谢谢你 谢谢习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如果在个股部分 有任何疑问 或者是老师谈到的内容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不用客气 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0223219933 0223219933 近期要许多个股的修正 或许也是给我们一个 学习的好机会 那么另外呢 杨老师的免费Lite 非常的优质 欢迎听众朋友直接搜寻 周末还有小杨关键报告 Lite的ID就是 小老鼠 FU88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节目投资理财王 第二个单元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就是华星投顾的资深分析师 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正好 大家好 是林和彦 好 我们看到呢 今天台股加钱指数的部分是小涨 但是OTC指数的部分呢 还在呈现下跌 好 那么成交量的部分呢 是近期大家应该也蛮关心的 因为成交量真的越来越少 真的信心不足 那我想呢 也有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 有投资朋友 假设呢 有一些追高的一些个股 可能就是有点辛苦啦 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建议 还有今天排面上的一些重点观察呢 好的 今天成交量1192亿 这个量确实是不及格 指数都在1万点 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量一直出不来 尤其是这种1100亿的量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外资一直在卖股票 看到都会怕 你怕也没有用嘛 对不对 行情也不会等你嘛 如果强势股要走的话 他不会因为说你怕 然后他就不会走 不会的啦 今天又是一个年限的保卫战 你看上个礼拜来年限之后 我跟大家预告 年限一定会收 果然上个礼拜年限守住之后 礼拜五跟礼拜一 两天涨了168点 结果 礼拜三礼拜四又跌了回来 今天重新再来考验年限 那年限间 目前还是守住了啦 只是还不够明确 你守住不够 你要把距离拉开 因为距离没有拉开的话 随时都有再破的危机 今天虽然守住年限 可是并没有把距离给拉开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今天OTC是比较弱一点 尤其是高价股的部分 你看高价股的部分 今天5274的信华 跌了24块钱 6488的环球晶 跌了3.4% 上盈今天大跌了4% 上盈这一波最近跌的还蛮多的 在短短时间从530元 两个礼拜就剩下380元 很恐怖的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上盈跌掉了150元 所以说高价股或者涨太高的股票 那个都是危机 不要去追高 这是基本的 尖如虹也大跌了7% 维生也跌了4.5% 本来在行情信心不够的时候 这种高价就是比较危险 包含4147的中域 中域新要上市 这一波涨得也蛮凶的 涨到347 今天终于还是跌下来了 今天跌了4.7% 昨天美国股市的生计股 普遍比较弱势 这个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做报告 你看这一次3081的联亚 联亚从395块钱 跌到256块钱 这样一下来就是140块 140块 395块的140块很多 40% 一个月40%都不见了 所以高价股本身 你在操作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一点才好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年限暂时守住了 我想年限守住是必然的 为什么说必然 因为昨天晚上 礼拜四晚上 美国股市已经做了一次 很好的示范 昨天晚上 道琼原本跌了395点 可是从中场开始 就一路攀升 收盘 回到平盘 翻红小涨5点 小涨5点 但没有很多 可是重点是 昨天道琼 守住年限之后 留了400点的下影线 那如果说以这一根棒子的 K线理论来看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底部的冲天炮 在K线理论里面 有两根棒子是最少看到的 可是这两根棒子 如果出现的话 往往都是准确率最高的讯号 高档掉手线 底部冲天炮 如果出现底部 出现一根 很长下影线的冲天炮 冲天炮大家应该懂意思吧 因为你在放烟火的时候 冲天炮是一个小小的实体 然后一个尾巴很长 然后一点火之后就飞上天 那吊手线呢 吊手线这个名字比较难听 因为吊手线就像一个头 一个小头 然后上面吊一根绳子很长 所以高档出现吊手线 也是高档反转的讯号 底部出现冲天炮 也是底部反转的讯号 这个准确率都很高哦 昨天道琼出现底部的冲天炮 对于道琼来说 反转的味道是很浓厚的 尤其正好来年线 所以这个示范 也预告台北股市 今天年线会守 比较可惜的是 今天反转的指标 不夠強啦 今天守年线可是 指标股不夠強 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指标股在哪里呢 例如 对 指标股当然第一个 就是台积电哦 是是 因为连续几天来 我一直跟大家分析 我说这次四月份的全球股市 其实都不错 欧洲平均涨幅到5%以上 尤其德国 我昨天才特别算了一下 你知道德国 整整一个月 又一个礼拜的时间 德国涨了9.8% 英国涨了10.2% 法国涨了9.9% 法国是最强 因为法国即将 又要创新高了 那欧洲股市那么强 亚洲股市平均涨幅 大概2.5% 四个分 只有台北股市 在四月份是逆势下跌的 什么关系 台积电 没关系 哭一个法说会 然后自己搬石头 把自己给砸昏掉 也把台北股市给砸成掉 对不对 所以大盘要让大家有信心 首先台积电是最重要的指标 尤其最近外资一直在卖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外资从4月1号到昨天 总共卖了台北股市 卖了977亿 这里面四月份卖了809亿 5月份短短几天而已 第第几天就又卖了168亿 你知道加起来977亿 主要都不会在卖什么股票 我算给你听 好 卖台积电 台积电4月1号到昨天礼拜四 总共卖了23万5000张 那你台积电你用平均价 你用230元算好了 230元算一张23万 一张23万 外资总共卖了23万5000张 总共卖542亿 卖了542亿 红海从4月1号到昨天 外资也总共卖了28万张 红海比较便宜 红海一张大概是我们以 我们以8万5路算 以均价8万5下去算 用8万5下去算 28万张 要多少 大概要240亿 所以光是这两只股票加起来 外资就卖了780亿 光是红海加台积电 就卖了870亿 那总共卖977亿 其他股票加起来才卖100亿而已 懂得什么 但数学不是这样算的 因为他有的是买进 有的是卖出 那买卖之间相扣底 是净卖出 那买进的比如说 亚泥台泥 这是大买的 这是大买的 这个等一下再来谈 好那刚刚我们谈到 外资4月1号到昨天 卖了977亿 里面光是台积电跟红海 就卖了780亿 所以你要让大家觉得说 外资没有在卖股票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这两支股票要止跌 台积电跟红海要止跌 如果台积电跟红海能够止跌 而且有很明显的回升 大家就能够感受到 外资今天好像没在卖股票 那你要叫散户买股票 他就会比较有信心 就好像买 那今天这两支股票 台积电涨了两块半 红海涨了0.3 有气了 可是不够多 不够多 是今天守住年线的时候 欲游未尽 不够我们的地方 所以相同的 下礼拜你在看的时候 这两支股票 是大盘最重要的指标 除了红海跟台积电以外 还有一档很重要 2313的华通 华通今天是逆势下跌 尤其在尾盘的时候 杀了下来 但也没跌多少 跌了8毛钱而已 可是这档个股的指标 然后味道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喔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股市 这两天 美国最终的都会记得没有 Apple嘛 Apple嘛 对不对 Apple财报发布完之后 一天就起5% 昨天苹果又涨 但昨天涨比较少 昨天大概涨1%而已 那瓶盖骨这一次都很弱 都没有完全跟上脚步 因为瓶盖骨本来就是外资的最爱 瓶盖骨要动 一定要外资关爱的动作 然后外资一直在卖股票的时候 瓶盖骨动不了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当苹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外资在瓶盖骨上面 买最多的是 Dotski 就是2313的华通 华通在礼拜四的时候 外资买了4000多张 所以外资竟然在瓶盖骨身上 买华通买最多 那么华通将是外资 凭概股点火的指标 所以今天华通不够 是比较可笑 但以目前来说 跌个八毛钱也不多 外资买华通的 我想他的想法应该是 华通股价从52跌到28 29 已经够深了 已经变成千 尤其华通本身来说 他去年的获利也是 最近这10年来最好 所以他的指标味道是有 而且是底部极有股 其实外资的金股票跟他同样 我们都是挑底部的极有股 是 比较安全啊 我们不会刻意去找那种 已经长很高的极 去拉台 那种不走 到最后落了一身骚 大家拖在上面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后来一周你看行情 你们在分析行情的时候 盘中在看行情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这三支构票 台积电 红海 华通 这三支 绝对是大盘 领先的指标 教你们早上去看盘 那当然 如果说以外资 买最多的股票 这段时间是没什么 当然是水泥股 对不对 因为水泥的报价 一直在涨 林何彦跟大家 追踪水泥股 多久了 一股 一个月了 你看我从四月初 就一直跟大家 分析亚泥 有没有 我从四月初 就一直讲亚泥 当亚泥在29块钱的时候 我就几乎一直讲一直讲 结果我一直讲亚泥 结果大盘一直跌 一直跌 结果亚泥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没浪费 从29元 我们买完之后 一路涨到32.6 那这段期间 大盘整整跌掉了600点 亚泥反而逆势 涨了3块6 从29涨到32.6 3块6 3块6是12% 12% 100万 12万 100万 12万 跌大盘 落600点 大盘跌600点 亚泥还逆势 涨了12% 不简单 你知道亚泥跟台泥 这段时间 外资买多少 你知道吗 我算你听了 从4月1号到昨天 外资买台泥 总共买了5万5千张 4月份买4万4千张 5月份 短短这个礼拜三天而已 又买了1万1千张 亚泥4月份外资买了2万4千张 这个礼拜5月份三天而已 外资又大买了1万3千张 昨天又买了4千张 所以外资在亚泥跟台泥身上 一直加码 外资看到什么 我每天在节目里面 我都把这些原因告诉你 大陆的水泥价格一直在涨 因为大陆禁用低阶水泥 低阶水泥在大陆市场 占了40%到45%的市占率 这么高的比重被停用之后 一定会带动水泥价格飙涨 台泥跟亚泥在大陆 都耕耘了一段长时间 台泥在大陆市占率高达 排第7名的 亚泥是排第12名的 所以水泥股的价格高涨 所以人家外资一直买是有原因的 外资不会没有道理去买一支股票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所以这次 林何彦跟大家讲亚泥 讲了一个月 涨了12% 这2%虽然没多啦 可是在大盘跌600点的行情里面 能够逆势这样涨不容易 那最主要原因还是亚泥 每股净值得38块 你38块 高下到31块而已 我跟你讲 亚泥还会在涨 短线上还有没有减便宜 或者机会 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再继续为大家针对亚泥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进步的报告 好 谢谢何彦老师上半阶段的分享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各股有问题 欢迎提出沟通 认同林何彦老师的分析 也欢迎您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咨询哦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有免费的Lite 也欢迎听众朋友 直接搜寻哦 Lite ID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上半阶段的老师尾声 提到了这个亚泥的部分哦 真的在近期台股大跌了 五六百点的状况之下 它还在逆势的上涨了十几% 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哦 而老师说呢 接下来还有机会哦 再涨哦 如何切入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时间再请教老师了 好的 我们继续来谈亚泥 因为亚泥这种股票很好 为什么说很好 股本够大 股本够大 每天交流量也充沛 你小资金要玩也可以 大资金要投资也OK 你要买个一百张 两百张五百张 都能够满足你 因为有些股票如果 太帅了一天成交量 只有两三百张 或者二三十张 有时候你资金部位大的 你买不进去 买进去了 你又出不来 反正不好 那相中属于中大型股 你要多少的量 它都能够满足你 你要进要退都没问题 加上目前的题材正热 那亚泥我们刚刚谈到 每股净值三十八块 那水泥价格再高涨 结果股价还只有三十一块而已 今天亚泥又继续涨了2.1% 三十一点六五 胆子股票你不要去追啦 为什么不要追 因为它最近指标 日线指标还有点偏高 所以需要修正指标 在修正指标的时候 股价还会震荡 所以你可以掌握 你如果真的想做的话 可以趁亚泥最近在震荡的时候 有压回来的时候 再低接就好 修便宜货你还减得到 便宜货你还减得到 你如果怕自己掌握不到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盘中 都有在上班 有个工作在打拼 没有办法说像我们一样 全程钉着行情 沒關係 你可以跟上连线脚步 加入我的行列 我当你的眼睛 买点到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让你能够减到比较好的成本 减到好的成本 就可以多赚一些 雅泥跟台泥这种基构票 尤其是雅泥 因为台泥已经超过 它的美股净值了 台泥净值三十二 现在够到四十一 雅泥净值三十八 够到三十一块而已 反而 所以雅泥还是比较具空间的 所以林和彦 长期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我喜欢 买底部的基优股 原因就在这里 底部基优股 安全安心 同时 随时只要有人点火 提材够 它就会涨 你看这一次 大盘跌了六百点下来 我们底部基优股 雅泥 逆势涨上去 就是这个样子 它没有什么好跌的 既然都是底部了 尤其有体材 它没什么通报的嘛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买 开心的赚 是长期的黑约一直坚持 买底部基优股 原因就在这里 否则你看最近很多高价股 一支止到那里 今天值得 直接打到跌停板 对 存五百四十六块而已 两个礼拜前 还有两百一十一耶 两百一十一 两个多礼拜时间 剩下一百四十六 很恐怖啊 宅散三分之没了 都涨高 所以我一直强调 涨高不要追 原因在这个地方 今天生计股也蛮弱的哦 因为生计股涨高之后 今天生计股普遍也都蛮弱的 休息 休息啦 因为最近比较拼命一点了 我昨天又讲了 对 美国股市生计股最近这几天比较弱 对 所以台北股市也受到影响 但生计股行情不会结束 是 我跟你们讲过 只要遇到选举的年份 生计股就是选举行情 好 可是你要买那种比较有体材的 你看我们第一档6242立康 立康我们61 62买 66加码 76加码 涨到86 我不可能卖最高点嘛 因为当涨到高点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再多涨一些嘛 对 尤其他一年赚6块 本一比才12倍而已 又没有很多 那可是最近涨不上去之后 我们有守一个防线 停力点在76 我昨天有讲嘛 有 昨天破76 我们全部出掉 那今天出掉 今天剩70元 那不是很好 不用挤啊 下来再买就好了 我相信立康 今天70元本一比才11倍多 这好比较过 我们第一波已经赚了一个30% 放口袋了 第二波的买点 等我通知 你想要做的 跟着我脚步 我们今天布局另外一档生计股 4114的剑桥 我今天一开盘 一开盘 我就通知我的会员 31块钱买进 结果最低 30.85 尾盘一路涨上来 涨到32.55 当天就已经赚了一块半 31块的股票赚一块半也不错哦 大概4%也不错哦 那我为什么去买剑桥 一定有原因的啦 因为剑桥 最近权力经正式入账 那权力经入账之后 第一季的EPS 已经有2块1 2.1元 又新药 已经跟香港的代理商 已经签约完了 接下来最近就要 再开始在香港开卖了 所以这些题材 今年剑桥EPS 最就3块起条了 因为第一季就已经赚了 2块钱了嘛 所以保守估计 起码3块钱最少 那如果卖得好的话 那或许会更多 那到底如果说 以3块钱以上 对他来说 好还是不好 你知道剑桥 前几年 EPS都大概 只有1块钱而已 去年只有0.03 105年是1.11 今年第一季 就已经2块1了 就光是今年 第一季的获利 已经创下公司 成立以来 最好的一年 让今年业绩好不好 很明显啦 第一季就已经赚赢了 历年了 可是股价 最近这4年来 从60块钱 一路盘跌到 剩下30元 今年获利会创历史新高 股价反而 从60跌到30 腰斩 是不是又是一档 底部的基欧股 我聪明找这种股票 当你能够找到 类似这样的股票 你可以很放心的买 因为它会让你很安心 获利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 跌无可跌 可是随时只要一发动 就会有大涨的机会 所以生技国 现在布局第二档 4114的剑桥 如果说你想操作的话 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这个都开戏 好 终于今天回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啊 终于太高了 我不敢买 外资也不敢买 我跟外资都在布局 2915的论态权 我们论态权 过来4块买 最近这一个月 都在57跟59 大盘跌600点 它能够在2块钱里面跑 已经很厉害了 去年15块 去年15块 现在股价只有50几块钱而已 又是一档底部的股票 没时间说 因为我还有好几档 我只能说 想赚的 跟上我脚步 我只买底部GEO股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来找我 好 时间关系 访问经营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股 林和彦总顾的分享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个股有问题 欢迎您来电咨询沟通哦 02239 23988 239 23988 提供给您 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